布袋和尚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 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 出生在南宋高宗的时代 很多同学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岳飞 尽忠报国 他跟岳飞同时代 出现在浙江凤华 专记上虽然记载的很详细 但是不知道他的姓氏 不知道他的来历 他到底是哪个地方人不晓得 姓什么也不知道 乃至于出家他的发明也不知道 都没有人晓得 人家称他为布袋侯尚 他每天拿着一个大布袋 到处化缘 人家供养他的东西呢 都放在布袋里面 每一天见到人是 确实欢欢欢喜喜 满面笑容 人也很胖 所以 这个弥勒菩萨造像 统统用他 传说 他往生的时候 告诉别人 他是弥勒菩萨来实现的 说了之后 就走了 没有生病 说出他的身份 盘腿打坐 就往生了 这种现象在古代 是许可的 是真的 佛菩萨 在我们人间实现 身份破路了 就得要走 不可以再留着了 如果身份破路 他还没有走 还在人间 那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 我们说佛同修 要知道 你就不会受人欺骗了 他说他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什么活佛在来的 说了又不走 那他的目的活在 扩想而知 还是贪图 明文理养 说了就走 这真的 那一定都不假 所以我们中国人 从此之后 就把他老人的像 摆在山门口 让一切众生 一进山门 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他 为什么呢 在经上讲的 众生 见者 皆得慈心 咱们 就表这个法 让一切众生 进入佛门 首先看到他了 慈悲心 升起来了 你看 菩萨 那么欢喜 满面笑容 肚皮很大 代表什么 能包容 不要跟任何人计较 能够包容 能够宽恕 能够以大慈大悲 除世待人 解物 比较这个意思 所以 这是教育 这是上阔